英雄联盟史上曾经有一个恐怖到离谱的英雄 他一个技能就能秒掉对面满血的英雄 在当时几乎是一个让所有人都闻风丧胆的存在 他就是曾经的老板暴女 老板暴女被动寻觅 穿过草丛时暴女的移速会提升15% 而老板暴女最恐怖的就是他Q技能的伤害 当初的标枪可以造成230加0.65法术加成的魔法伤害 伤害随标枪的飞行距离增加 最多可以造成250%的伤害 当时标枪飞行距离的判定机制 是技能命中后暴女和目标之间的距离 因此那时的暴女玩家都喜欢在扔完标枪后 变身暴子枪后跳一下 以此来增加标枪的命中距离 相信这个小技巧如今应该没多少人知道吧 同时标枪的弹道宽度也要比现在宽不少 命中率要比现在高很多 暴女的W技能和E技能变化不大 而大招则是变身暴子形态后 增加30点护甲和魔抗并提升20点移速 当时的暴女一般是用来打中单的 前期稳定发育 中后期团战绝对会成为一个让人非常头疼的存在 只需躲在人群后不断的cue 脆皮一枪不死也大惨 即使是坦克也扛不住 直接就能形成以多打扫的局面 2014年6月暴女重作 至此暴女从中路消失 沦为打野